自动挡汽车以其简单的操作符合了大部分人的心 对比手动解放了一手一脚 让开车变得简单了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其实好多人开了几万公里的手动挡 只会用D挡却从来不会用S挡 自动挡对于这些挡位你都会用吗 今天小编就送一波新手福利 为大家讲解一下这些挡位的用处 建议新手收藏 汽车常见的有PRNDSL这几个挡位 下面小编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P挡就是停车挡 通过变速器内部的停车制动装置将输出轴锁住 使汽车无法移动 使用P挡一定要让汽车完全静止 不然会让变速器的齿轮受损 为了防止齿轮受损 自动挡的P挡被设计为只有空挡的时候才可以使用 这样可以保证了安全 而R挡是倒车挡顾名思义 倒车的时候用的 和P挡一样要完全静止的时候才能使用 不然变速器的齿轮受损 N挡是空挡 一般要等红绿灯的时候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汽车本身就没有自动住 那么一定要拉手刹 因为N挡相当于切断了发动机与变速器之间的动力 如果大路有坡度 汽车就会不受控制 除此之外 自动挡还有三种前进挡位 D挡大家是最常用的前进挡 用油门和刹车来控制挡位 从而控制速度 S挡是运动模式 在这个挡位下会让发动机的转速效率更高 从而让汽车的性能更加出色 一般在超车的时候可以换上S挡超车 L挡则是D前进挡 这个时候的汽车转速D扭矩大 在上坡的时候不会出现无力的情况 而自动挡的使用方法最标准的流程是这样的 启动时先踩住制动踏板 汽车通电 由P挡挂入N挡 点火 再由N挡挂入D或者R挡 松手刹 而在停车的时候就要踩住制动踏板 由D或者R挡入N挡拉手刹 由N挡挡入P挡 熄火 拉刹车 而如果在半部停车或者是等红绿灯的话 可以由D挡挡入N 拉手刹 等待几步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 diabetes 股票 对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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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步 我来说 你 在